好 那在這一部影片呢 我們來示範要怎麼樣使用免費的軟體 來畫出之前我們要雕刻老虎的那個G-Code 也就是我們的一個刀具的路徑 好 首先呢 我們要先打開Auto Desktop Fusion 360 Fusion 360這個軟體 它是一個有線免費版 如果你不需要使用太多複雜的功能的話 那你可以申請個人版 到目前為止 我已經用了半年 都不用付任何費用 那對於雕我們這一隻老虎來說 使用Fusion 360的個人版 也就是說大家可以看到我軟體左上角這邊 寫的是個人版 好 那打開之後呢 我們要先到工具這個欄位 上面有四個欄位 首先呢 是實體 曲面 板金跟工具 那這四個欄位是在左邊這邊 所以我們左邊這個條目我們打開來後 我們會用到的 好 除了第一個設計之外 再來就是製造 那製造待會會提到 好 所以我們先到設計這邊 然後工具這邊 那至於Fusion 360要怎麼樣下載安裝跟簡單使用 請各位可以去參考其他人的一些 Fusion 360的教學介紹 好 那我們這邊就不多做詳細的解說 好 那我們繼續下去 我們先點到工具這邊 然後在下面會出現一堆圖示 那第二個是要附加模塊 這邊有一個下拉箭頭 我們點擊附加模塊之後 這個下拉選單 我們會看到 這邊有一個我已經安裝好的 叫Image to Surface 這個免費軟體 這個免費軟體 對我們等一下要叼那隻老虎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輕鬆的把 二維的 灰階的圖 或者是有亮暗深度的圖 轉為三維的 然後直接在這裡面 我們就不用花太多心力去繪製 我等下會也會示範給大家看 那我們先來看說 要怎麼安裝這個免費軟體 好 那我們一樣 我們打開我們的瀏覽器 好 我們到了Google首頁 我們Key in Image to Surface 這邊我之前有查過了 所以我們Key in Image to Surface 大家會看到說 如果你查詢的跟我是一樣的話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Github這個網站 好 那你點進去之後 這邊會有一些詳細的介紹 像下面這邊 會有一個灰階的地形圖 它怎麼樣把它繪製成一個三維的 在Fusion360裡面的圖 然後還有一些成品 像你可以雕刻一些金屬的東西的一些成品 好 這有一些它的示範 當然下面這邊還有它的安裝 介紹它怎麼安裝 那如果大家英文不錯的話 可以自行參照安裝 那我這邊會就直接示範給各位看 那首先呢我們到剛剛這邊 有一個綠色這邊有一個code 然後一個download的箭頭 就是下載的箭頭 點擊它之後 這邊有一個download zip 按了之後 好 它就下載 然後我們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 大家將這個資料夾 直接解壓說到你要的地方 好 那我已經下載過了 好 那我們解壓說到 我的一個雲端的硬碟 那現在呢我們回到Fusion360 假設我們現在還沒有安裝 image to surface 我們點擊腳本和附加模塊 這邊上面第一項是腳本 第二項是附加模塊 我們到附加模塊這個欄位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經安裝了 那如果我沒有安裝的話呢 我就點擊這個我的附加模塊 這邊右邊有一個小箭頭的加號 點擊進來之後呢 我到我安裝的地方來 所以我安裝的地方 進來這個目錄之後 我就選擇這個資料夾即可 那我們就會看到這邊會多一個 那我假設這個是我還沒安裝 我點擊它 記得下面這個啟動時運行的 刮鬍器的打勾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然後呢 你就會看到這邊有圖示是 Show image to surface 的這個圖示 點擊它之後 好這個時候我們的初步工作就完成 接下來下一動 我們開始要匯入我們的二維的圖 像是一些有灰階的圖 或者是相片之類的 這樣的照片都可以 所以我們先到瀏覽器上去下載 所以我們打開我們的瀏覽器 我們Key入灰階圖 虎 然後 因為我們現在要找的目標是老虎 所以這邊就是Key個灰階圖 空空格老虎 這邊大家都可以任意的去下載 那找到如果譬如說你找到之後 像這樣的灰階圖都相當的漂亮 那我下載的是這一張 所以大家只要按右鍵 另存圖片 像這樣子有黑白分明的圖都可以 那我載好之後呢 安裝的image to surface 這邊 我們選擇我們要打開的文件 那就到這裡 那這張是我下載的 另外這個橫向的是我修改過的 為什麼要修改成橫向的呢 因為我的弓箭本身是左右比較長的 所以我直接從這裡這樣子下手 我等它在圖形裡面就不用再改一次 開啟檔案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最重要的是右邊上方欄 三個選項可以做調整 第一個叫做pixel to skip 就是說 其實第一個是跟這整張圖的解析度 最有關係的 那第二個是step over 也就是說如果你調整完第一個解析度之後 你可以控制第二個 讓你要雕刻的圖形大小 可以在這邊被控制 但是要注意這邊雖然可以調到零點幾 但是會讓整個程式出問題 有時候你塗到最後無法輸出 常常是因為這邊調的太小的關係 這個max high是代表你雕刻的深淺 是幾個millimeter 所以不能超過你要雕刻的弓箭的深度 這邊我們一樣用滑鼠就可以去做放大縮小的動作 也可以做偏移 跟我之前上一篇介紹candle 我們來看工件的路徑圖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首先像這裡如果假設我調個1的話 你就會看到圖形明顯解析度都跑出來 這時候我們可以縮小一點 解析度全部都跑出來 各位可以看到surface information 這個時候dimension是439 乘上269mm 那這樣大小對我來說太大了 所以我要在這邊把它變小一點 所以我就到譬如像0.6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大家可以看到 工件的大小變成202.8乘上124.2mm 那這樣的大小對我來說好像還是有點太大 所以我現在可以選擇把這個部分再調大一點 譬如說像0.8mm的洗刀 然後這邊也要跟著調大 這樣子才能讓整個圖形縮小 但是我們又不想要有解析度上的妥協 所以我們要找到最好的一個數值 好像這樣子又小了一點點 那我們再繼續做一些調整 那像這邊的深度呢 我畫圖的時候是使用3 3mm的深度 這邊如果調成0.5 這邊這個時候的dimension又更小 但是大家看解析度其實並沒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解析度基本上只跟第一排是有關係的 那我這個時候我可以再把它再調得更小一點 好像現在72乘上44 那我等一下要進到我們的2DOWN裡面去做轉換的時候 如果是可以轉換成功的話 就代表這組參數是可以被使用的 假設我認為這樣的圖案是可以的 這時候我就可以按下 generate surface 這個時候大家看到這張 看起來不是很清楚的圖形就完成了 上方欄這邊到實體這邊 然後這邊有一個紫色的創建造型這邊 點下去之後 這邊有一個實用程序 然後有一個轉換 我這邊就可以選擇 把第一個選項選成四邊形網絡轉換為T 這個選項 所以現在選好了之後我選擇這個 那我就新建實體按確定 按了之後我們要等待一下子 等待這個過程跑完 跑完以後呢 我們一樣可以去轉動這個圖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細節都有出來 相當的完整 大家如果對Fusion360有更多的了解 或許可以再去細部去做一些調整 這個時候就可以按完成造型 那我們完成造型 這個時候我們就知道我們剛剛使用的參數 是不是可以成功 好可以成功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浮雕鍵就出來了 接下來呢 我們開始去對這個弓箭去做輸出 好那輸出的方式 我先到設計 這邊按一下 然後我們點 剛剛是在設計的欄位 我們現在點製造 我們這次要做兩把洗刀的雕刻 所以首先我們要先對它去做設置 先點一個叫星鍵設置 這邊 在設置裡面 這個偏移呢 我們都把它拿掉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應該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 弓箭是剛剛好 跟這整個的大小是一致 好那因為我們剛剛在 Image to Surface 的地方 已經設定這個浮雕的厚度是三個mm 所以現在這整個方塊的厚度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這個尺寸就是 它的寬度指的是這個軸 X軸 深度指的是Y軸 所以Y軸是4.38公分 那它的高度 就是它這個 毛胚的深度 是2.98mm 好 那這個時候確定好 這樣之後我們按確定 好 接下來我們設置好 這個弓箭的大小 進行下一個動作 我這邊已經設置好了 這邊會再重複一次 我之前所做的動作 給大家了解 首先我們先到3D這邊 我們要用一個出雕的方式 來快速的削減 我們要加工的區域 這樣可以加快我們加工的時程 所以在3D這邊 先選擇第一個 自適應清潔 選擇完之後 你就會看到 像是這樣子的視窗跳出來 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先選擇我們的刀具 刀具上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個選擇 那我是使用我自己創 創制的刀具 那怎麼創制呢 就是你先找到一個 跟你的洗刀最相應的刀具之後 對它按右鍵 選擇編輯刀具 編輯刀具之後 最重要的是描述這邊 你要改成是你自己看得懂的 洗刀的描述 然後第二個是刀具的尺寸 這邊有刀具的所有的尺寸 大家可以用有標尺去量好你 洗刀的各個長度各個直徑 然後再把它輸入進來 夾頭的選擇部分 找一個最適應於你的 那我是選擇這一個 那切削數據 這邊如果選擇好 到時候外面那邊就都不用再調整了 以後選擇這把洗刀 直接就是適合你的所有參數 在冷卻液這邊 因為我們沒有用到冷卻液 所以就選禁用 然後主軸速度是以前 這是對應於剛剛CANDLE的程式那邊 那斜插速度就是另外一種加工法 我讓它的速度跟主軸速度是一樣的 在加工的過程中 就不會有降速或增速的情形 其他的參數 是我用2mm的洗刀的時候會使用的參數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那都設置完之後 我們就要接受 然後就選擇這把洗刀 選擇了之後呢 刀具都選擇好了 所以下面的參數也都自動 都已經幫你KEY好了 就跟剛剛我們裡面的一樣 那你各位可以在裡面做細部的調整 接下來是形狀這個部分 那這個是這邊的參數也給各位看 我這邊調整偏移是0 我會做一個殘料夾攻 調整偏移是0 那高度呢 我這邊會把退刀高度跟安全高度都往下降 一個是2mm一個是1.5mm 這樣做的好處是 當你退刀之後再下刀不會浪費太多時間 但是壞處是如果各位是新手 這邊還是建議不要調的太低 比較不會有撞刀的一些可能 然後是加工路徑 這邊的參數也都給各位參考 然後是連接 基本上後面這幾項我都沒有怎麼去做修改 然後如果大家確定這樣的參數是可以的 就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是輪廓 我們創建完自適應件之後 我們就再到3D這邊 選擇輪廓 我們先把輪廓 大致的輪廓雕出來 所以點選之後呢就會出現這樣的畫面 那因為我之前已經有做了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打開來 給各位看 我已經使用第2把洗刀 就是0.8mm的洗刀 所以選擇的時候 我就選擇0.8mm的洗刀 那洗刀一樣是像剛剛這樣做編輯跟定義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我這個輪廓的參數 然後下一步呢 這是我調整的參數 那第3個是高度 高度跟剛剛一樣 安全高度我選擇2mm 退刀高度我選擇1.5mm 然後加工路徑 我做的選擇是這個樣子 然後連接是這個樣子 這個部分的參數都給各位做參考 然後確定沒有問題之後 一樣是按一下確定 好 再下一動呢 這個時候輪廓已經雕完了 我們就使用 平行 平行就是 它會 順著某一個方向 你指定的方向 去把這整個的 輪廓都雕出來 所以我會 第3個動作我會使用平行 所以當我們點選平行的時候 一樣就是跟剛剛一樣的這些 這些 東西會出來 那我一樣 打開我之前 已經編輯好的給各位看 這邊洗刀 是使用第2把 這樣我總共 整個的換刀過程只有 2mm的洗刀跟0.8mm的洗刀 這兩把 這邊參數會做些微的調整 然後形狀呢 就是這個設定 高度的設定 一樣 安全高度是2mm 退刀高度是1.5mm 這樣子就不會 在洗膠的時候花太多的時間 那加工路徑 我選擇方向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 加工路徑方向這邊寫的是0度 也就是它是水平加工的 那布具是 這一刀跟下一刀之間的距離 是0.7mm 那方向是雙向 也就是它洗過去會再洗回來 那連接的部分我是做這樣的設定 好那確定 這邊可以了之後 我還會再設第2個平行 的洗法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邊的參數 一樣我打開來給各位看 所以我會設置2道平行的 洗消 那這一道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切消速度 切消進擊速率就會快很多 比剛剛的快很多 這是為了加快整個製造的 一個時間 好 那最重要的 差別 是在 剛剛的切消速度 跟 這邊的加工路徑方向 我改成90度 那布具變得比較細 那其他的都差不多 好那確定好之後 首先呢我們就可以在 設置這邊 有一個仿真 就可以點下來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去看說 我這幾道 加工的時候是什麼情形 那 我可以加快速度 所以他現在是在自適應 這個步驟 做一個出雕 那在仿真這邊也有很多參數 各位可以有時間可以自己去摸自己去調 好現在已經到了輪廓這一棟 接下來大家可以看他是橫向的在洗消 所以已經到平行的第一個步驟 然後再來現在已經到最後一個動作 就是縱向的一個洗消 那他就會把整個的圖形 全部都給他帶出來 那經過這個仿真各位可以看到說 圖上有哪一些地方 沒有被洗到或者是這個刀具的 作動過程有沒有 太奇怪的地方 那就可以再去做進一步的修改 好 確定沒有問題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仿真關閉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輸出我們的 G-Code 就是把這些所有刀具的路徑全部輸出 我們先把 第一個 出雕的過程 的刀具路徑輸出 是使用兩個millimeter 所以他要單獨的做輸出 我們就到 動作這邊 有一個 後處理 點選後處理之後 這邊有 很多選項 那我們 最重要的是 我們使用Candle 所以在選擇上 選擇這個配置 我們要選擇 G-RBL 斜線 G-RBL 這個選項 選好之後呢 因為我使用的機台 是不使用這個 G-28的 這條 所以我會選擇 下面這個 這樣子 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輸出文件夾 我可以設定到我需要的文件夾 當所有的參數都設定好之後 按下後處理 他就會幫你做儲存 像我按下後處理 像我這邊就有做 虎 2mm 這就是我之前 輸出的出雕檔案 2mm代表這個洗刀的直徑 也就是說這是出雕的 圖檔 好 如果我要輸出 0.8mm的洗刀的刀具路徑 我就把它們一起 圈選起來之後 一樣 點選 動作裡面的後處理 那這個時候呢 我的配置跟剛剛 出雕的時候 是 一樣的 那我就點選 後處理 我就會設置 虎0.8mm 這個矽雕的檔名 這樣子 待會切銷的時候我就可以 依序的點選這兩個檔案來做出雕與矽雕的加工 所以 所以整體從 二維的照片或者是一個灰階的深淺圖 到繪製為三維的加工物件 甚至是刀具的輸出 甚至是刀具的輸出 我們這裡都做一個完整的介紹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